我在這邊我講嘛,白飯沒有讓學人吃飽 那我的錯,我也道歉,抱歉沒有讓學人吃飽 那如果說學生們,你們對這個地方,這個部分 還有怨還有恨,我誠直的邀請你們,誠直的邀請你們 原班人嘛,我飯多準備一些,對不對 我就讓你開開心心的去吃一餐吃到飽,好不好 原班人嘛,如果你們願意,你們願意 我來請客,好不好,我來請客 大爆料只是昨天,希望能夠吸引你們同學過來,跟我有個對話 那我也不是真的想要爆什麼料,也沒什麼料好爆 對啊,我已經無所謂,你們可以直接針對我 你要針對我個人的辱罵也好,幹嘛要幹給我幹嘛,我都接受 畢竟我講真的,引起社會上的紛紛擾擾還是幹嘛有的沒有的 這非我所願啦,我也不知道,哇,媒體出天蓋地這樣去報導 我也嚇一跳,那不是我能夠所控制的 那很多人說,我去手買媒體幹嘛有的沒有,我沒有那麼大本事 那很多人說,我公關團隊,行銷團隊很強 不好意思,從頭到尾,都是我一個人在面對 都是我一個人在面對,我沒有公關團隊,我沒有行銷團隊,我沒那麼多錢 那我背後的牆壁,不好意思,背後牆壁,那個小孩子畫了 因為還有一個很小的小朋友,四歲多 那針對這件事情衍生到現在 那停業期間,因為接過許多檢舉 那我也要處理一下,協調一下,那我們有不好的地方做改善 改善完了,我們本來想說低調的,重新復業還是幹嘛的 那我沒有想到,就PO了一篇出來,新聞又開始報了 又開始報了,那我能怎麼辦呢 對啊,我真的沒辦法 那今天會做這個說明,想要跟學生們,我們有個對話窗口 因為我要找你們,找不到啦 透過很多關係,聯絡你們,你們也沒人出面 都沒有人要出面 我馬上就要開學了,你們面對的會比我多 開學後你們到學校,你們要走出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會體會到我現在的心境 會體會到我現在的心境 那當你,我沒有辦法每天躲在家裡啊 我每天還是要出門工作啊 對不對,我還是要照顧孩子啊 是不是 我沒有辦法每天躲在家裡啊 我也沒辦法待在鍵盤後面 然後閒閒沒事的,對不對 我要養那麼多的人 其實當天晚上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就已經留電話了 那希望學生們跟我做聯絡 我電話也被公布出來 所以你們要找我的電話很好找 到現在,我都沒有換電話 隨時都可以找得到文 我只得到隔天早上 隔天早上 其實 我沒有截很多的圖啦 我截了大概幾張 那負貧其實不是 我覺得可以去問一下學生們 他們到底灌了多少負貧 我估計幾百封是有啦 那我找不到管道可以維護我的傷癒啊 那我只能求救朋友啊 對不對,我求救我朋友 那我也沒想到 哇,要把事情搞那麼大啊 對不對 那我一直到後來 一直都在期待有個對話 就是說面對面 能夠把疑惑解釋清楚的 包括老師,包括學生 你要我去查證 我不知道要跟誰查證啊 查證起碼要有對象讓我查證啊 是不是 那你說我說謊 唉 我不知道怎麼去回答 對啊 從頭到尾 我都是以影片嘛 然後員工敘述 然後要來做一個論述 那很多人說 明明就27個同學啊 你怎麼說三四十個人 那這一點我也跟大家講一下嘛 講三十幾個人也是學生講的啊 你們對啊 可以去查證一下嘛 三十幾個人學生講 所以我第一個回覆的方式 就是說三十幾個人嘛 那後來隔天他們發表說明 說27人 那我也講啦 我尊重學生的論述嘛 對不對 我覺得在人數這個地方去爭議 沒有意思嘛 對不對 那你說白飯這個問題 第一 我也講過了 我也講過了 好 那大家要斟酌這個白飯的問題 那我在這邊我講嘛 白飯沒有讓學生吃飽 那我的錯 那我也道歉 抱歉沒有讓學生吃飽 那如果說 學生們 你們 對這個地方 這個部分 還有怨還有恨 我誠直的邀請你們 誠直的邀請你們 原班人嘛 我飯多準備一些 對不對 我就讓你 開開心心的去吃一餐吃到飽 好不好 原班人嘛 如果你們願意 你們願意 我來請客 好不好 我來請客